现在我是在一个河岸 现在这里中国的火车 先回到越南去 他们都是装的贸易 跟着包围的镜子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提供 刚刚这里的火车都是拉的过年了 他们都拉的贸易进入越南 非常的多 有好多的水果内用品 他们都拉中国的货去越南 包括这两天两边都在走 都在走 在这里好多的人 越南过年好多 现在因为过年期间 大概这里的口岸也不会封 也是正常的来回走 这两天好像拉箱子的人 为什么少了 告诉大家 因为他们这种箱子 都是中国人的这些活体肠 拉的中国人的活体肠在这里 好多的人就是拉过去卖 因为越南它这个活体肠 基本上不需要 因为中国的活体肠 他们有的时候绑在身上 大箱小箱 现在好像拉了没有以前 拉了多了 以前都是大箱小箱这里排队 能一直要排到个后面 很长这两天不让他们拉货了 因为活体肠他们绑在脚上 有时放在这里胸 都是都被查出来了 就被孕不好 再拉这个活体肠来 因为活体肠拉到越南去 他们这小贩做烤肠 烤肠做了很多 他们都是拉过去做烤肠 太多了 包哥这一次到底到哪里 还是留在越南过年 还是到我以前四川 凉山地区 有好多的我以前帮助过的人 他们要我过去过年 过一个吃辣肉 还有好多的杀鸡杀鸭给包哥吃 包哥要不要 去那里大山上 去看一看 到时候再说也可以 如果在越南过年 也认识了好多的朋友 他们也在叫我过去过年 因为越南的过年 跟我们中国一样 也是家家集结 办年货 真的太多 那还有一些时间 包括因为一个签证 两遍多好者 讲了难听点的 白天去越南上班 到那里拍视频 拍抖音 晚上回来 因为那里住实在太贵 还是吃饭 还是我们中国的 这里好便宜 不想多花钱去住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